今天看了啥 像这个的话是一只超龙变形高画的 但是看到这里图图的就没有屏胶 今天才去市场上买的 像圆屏胶的话是非常贵的 这种贴的话才能方程 才有一定的亲密性 这两个的话是发来一只超龙变形的 像这个的话是 这个就是一眼国产品 蓝色的 然后这个 我们看一下蓝光 就是这种是湖蓝光 这种是进过水 根本就是屏幕倒出来之后 损到蓝光 要么就是贴那种专业的贴纸贴上去之后 把它撕掉之后 就变成这个鸟样子 然后这个机子也是明显拆过去 然后里面搞过啥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管换电信 只是说 你们买的二手机 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你们越强调是五彩胸买到的机子 反而问题越大 因为五彩胸 就说明那边根本就不会去管里面怎么样 就是功能好就行了 哦 今天是 带产机 苹果 212 148g 像我卖的话 原机就肯定是原机 98%的概率是 92%的概率是 我自己都认不出来 那就没有办法 不过很小概率 可以看 正常的蓝光是这样子 然后每拆过 每拆过的机子是这样子的 像我拿的这些机子都是有器皿的 市场拿过来之后都是垂漆不漏的 哦 这是12mini 好像12mini的话 屏幕比12贵 如果说你图便宜去某一平台上买那种机子的话 就可能是把这原屏卖掉 然后去套了一个国产品 像原屏和国产品 差差不多 差大概600块钱 哦 现在 行情不太好 就主要是搞维修 或者一直电影 像手机的话 就是小型号能拿 那种大型号 水太深了 我根本把握不住 像大家要13分吗 或者什么 要高点 要远 现在连远都保证不了 很难搞的 这种小型号 还是可以拿的